新聞開始來關心 台南發生了酒駕 衝撞行人事故 肇事的是一名 才21歲的女駕駛 久後開車 衝撞正在走路 要去運動的58歲婦人 然後又再撞到 對象的計程車 波及到店面騎樓 車禍現場一片凌亂 被撞的婦人傷勢嚴重 到現在還在加護病房 早上7點多 婦人走在路上 突然一副白車衝過來 婦人正面被撞 彈飛擋風玻璃 翻滾後摔落地 只見肇事白車 沒停住 再衝對街撞計程車 力道強勁 車子硬是被擠進棋樓 車軌踩損 更重要的是人命 婦人倒地動也不動 救護車抵達 趕快將人送醫抢救 現場一團亂 面灘棋樓 盆栽灑一地 流理台位移 水龍頭也被撞斷 水狂噴 白車女駕駛 盡視酒駕造勢 沒有減速是加速 都開得很快就直接往我的門口 撞進來 一再宣導不要酒駕 就是有人不聽 21歲女駕駛 酒測值0.57 凌晨4點到朋友家 陪對方喝酒解悶 天亮後 醉嫁回家 釀出失控衝撞 闖禍之後 還趕緊下車 慣心對方 酒測值0.57 全案調查後 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 女駕駛走駕 卻要無辜婦人承受 早起出門運動被撞飛 兒子趕回台南 實在難以接受 記者黃富奇 台南報導 大嬤 大嬤